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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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正生 你堂堂一个大老板 来奚落你的前妻 你这人有点没意思了吧 你看我这人就是 简单粗暴 不会说话 我今天来就是 想找你 心平气口的谈谈 对不起 没时间 急着回家做饭呢 依依你看看你 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说真的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 我真的很心疼 回来吧依依 我现在每天晚上 只要一躺在床上 我就感觉你在我身边 我一闭上眼睛 就能看见你的脸 这样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 你别这么折磨我行不行 你是自己折磨自己 你非要句句话 都这么伤人吗 行你 你不想说话 那你就不用说 我现在只是 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 在这儿静静地 跟你聊上几句 成本 我想你 我忘不了你 就这两句 你说完了 不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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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我 我是来向你赔礼道歉的 咱们俩的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 全都是我的错 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我原谅你呢 如果你心里还有什么不安的话 那我告诉你 牛真深 你大可没有这个必要 行 我知道你不想听什么了 好 那我就跟你说点实际 我想在经济上资助 我知道 人在世界上生存并不容易 尤其是你 你从来没面对过这种谅理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接受 我先谢谢你 我现在过得很好 很安逸 只是希望 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也不用担心我生存上的问题 有名声有多多照顾我 我的生活没有问题 多多 我妈妈她 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你真的没事吧 我没事 你妈妈的公司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你知道了 事情也解决不了 我只是不想你担心嘛 不是我担不担心的问题 你妈妈很需要 现在你在她身边 你这样避而不见 她很伤心 这我知道 我希望她能够放弃公司 可以退下来 想几年轻浮 她说公司是外公的 她不想放弃公司 怎么说 一直以来 是你妈妈一个人在经营公司 我爸这么多年来把时间 都花在了她的写作上 公司 公司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在承担 她希望我能够继承她 她希望我能够继承她 但我想靠自己闯一闯 所以我妈妈对我很失望 是这样 我给你看点东西 我给你看点东西 这是我爸妈年轻的时候 你妈妈年轻的时候真漂亮 这么多年来 我妈妈都把精力放在公司上 她这个人挺要强的 我从来也不对任何人示弱 在我爸妈的面前也是这样 这照片是我十岁生日拍的 记得就在那天晚上 他们两个大吵一架 从此以后他们俩就分房睡了 在你生日那天 在我小时候 我偷偷地恨过我妈 我想如果她可以多放一点时间 专注自己的家里 她一定会比现在要幸福得多 其实我倒是理解你妈妈 那毕竟是她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 如果换的是我 让我放弃 我也不会的 当然我也不是不理解她 可是我和爸爸都希望她能够退下来 快乐地安享晚年 再说了 如果我回去 你又怎么办呢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我会照顾我自己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你要回家去 跟你妈妈好好聊聊 她最需要的人是你 多多 去吧 记住了 这个时候最需要你的人不是我 是你妈妈 怎么啦 我买彩票又没中啊 彩票没中算什么事啊 我从买彩票那天开始 就没打算她中过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不打算中 你买她干嘛呀 廉价的希望 我花两块钱 就能有六天的时间是开心的 有六天的时间是充满希望的 顶多有一天 就是开奖的那天 我不开心 你内心还真够强大的 那你现在 为什么脸搭辣的都到脚面上了 我仇啊 恋爱了 鉴定完毕 根本就不是 我是替多多姐仇呢 多多有什么好仇的呀 她不是挺好的吗 除了阿姨经常软禁她 好什么呀 好 她都被邀请去参加红梅宴了 徐菲她妈 请多多姐去谈判去了 真的 咱们要不要去看看啊 别亏总俩人打起来了 看啥呀 徐菲哥跟我说了 都已经谈判完了 多多这恋爱谈的呀 真是够悲催的 啊 那么突然是 Cap 怎么会搞成这样 妈 没有扎到不烟 你还知道回来 你还知道 是不是扎着你妈妈的脚 妈 咱们好好地谈谈行吗 你别再发脾气了 好 我们今天就谈谈 你先说 你这几天都住哪儿了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租了一间房子 想一个人静一静 一个人 你是一个人住吗 是 我确实是一个人住的 但是多多也跟我在一起 因为这是她的私人工作室 你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一个人 你就骗你妈妈吧 你想静一静 我看 你是想在你那温柔箱里 静一静吧 人家惠子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你看看你们两个 在你住的楼下 迎来送网亲亲密密的 惠子 他又来跟你胡说八道了 妈 我现在没有骗你的必要 这房间确实是我一个人住的 但是我跟多多 我们俩未来肯定要走到一起的 续飞 我不同意 我今天给你下最后的通牒 你如果今天不搬回家住 还跟那个钱多多在一起的话 你下次再回家看到的 就不是这一地碎玻璃 你是不是能看到我还是两回事呢 续飞 你必须给我回家来 这个钱多多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许家的媳妇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情时间长了 我就可以慢慢接受 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在这儿 许飞感到累了 如果不是为了兑现对钱多多的承诺 她真的不想再去管母亲是什么态度了 妈 来 我来吧 不用了 你忙你的吧 不该你干的事啊 妈是不会让你干的 免得我们家冰身说我亏待你 你看您说的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呀 那小两口亲亲我我的 晚上那枕边风一吹啊 比那十二级台风还强的 妈心理清楚 这当妈的算什么 不宜脚把你踹出去 那也就不错了 妈 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 您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啊 我能对你有什么误会啊 都二婚了 我心里能不希望你好吗 我这不正在努力着呢吗 您别对我这么没信心呢 就你那小奶茶店呢 又还真不是我看不起你 我都说不出口 你说明深呢 是个大学副教授 找一个卖奶茶的当老婆 且不说别人怎么议论吧 就是你们两个时间长了 哪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是吧 你总不能天天说奶茶的事吧 那不是笑话吗 你妈是个好面子的人 不图什么啊 哎 你就干不过那钱多多 这什么事啊 都得有个过程 咱们要老顾计别人怎么想 那咱们还活不活了 不是我说你 你这干奶茶呀 起步就不对是吧 一个卖奶茶顶到天了 也就挣点零花钱而已了 能有什么出息啊 那是个人就会干 我的意思呢 就是你得想办法干一件 就是跟明深的这个身份呢 能相配的事情 我也就是说一说啊 为了你好 喂 我是韩依依 你好哪位 好好好 那你等我一下 我用笔记一下啊 天哪 天哪 这衣服 伯伯伯伯伯 我呢 点了些家常菜 随便吃 随便吃 小马 你太客气了 我们几个哪能吃掉这么多菜 再说了现在岁数大了 也吃不动了 没事 咱吃不完打包 伯伯 你看要不要把多多也叫来 我点了挺多她喜欢吃的菜 好好好 我给多多马上打电话啊 等一等等一等 这个小马啊 我作为多多的父亲啊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清楚了 好 你当年为什么 就那么决意地要离开多多 现在呢 却要给她打电话找她 你帮我解释一下好吗 好 姐 这个 伯父伯母 情况是这样的 我和多多呢 在新加坡的时候 感情都挺好的 没有什么问题 但她后来 执意要回到国内来发展 我希望她留在新加坡 不 当时我太年轻了 我不懂得珍惜感情 再后来嘛 我就差点跟别人结婚了 这个伯母也知道 是 小马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不不不不 伯父伯母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之所以没有结成婚 是因为我当时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 我觉得一时的激情 可以成为婚姻的全部 但是现在呢 我觉得两个人的婚姻 应该是相互的理解 信任 包容 还有双方父母的支持 这一次我回来 重新追求多多 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 我觉得她就是 我这辈子想要的那个女人 所以 还希望得到伯父伯母的支持 这个 小马 你说得太好了 好 好 这个少爷 肯定又是帮我带东西了 你管人在这里 你们真的同居了 你怎么那么不知羞耻啊 你说话放干净点 谁和谁同居了 没有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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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许飞我们两个没有卖任何人 如果你没事的话 请你出去吧 我偏不走 这是许飞住的地方 偏什么你赶我走啊 那我告诉你 这儿是我的工作室 你要是不走的话 别怪我报警 工作室 什么工作室啊 看来你们知道这个工作室找理由啊 钱多数 钱多的自从你出现了 你就把我的生活还给毁了 钱多的你真的讨厌 很讨厌你知道吗 我讨厌死你了 你是报警啊 我告诉你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 是 这是疯吧 主人 那这伙又来电话了 喂 妈妈 怎么了 多多呀 你在哪儿啊 没加班吧 我跟你爸现在有点急事 急事 我这里现在都已经一团糟了 行行行我 我马上过去 阿姨 许飞居然能够为了钱多多如此委屈自己 却还口口声声说幸福 田惠子彻底明白许飞有多爱钱多多了 不行 他不能允许自己输得这么彻底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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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啊 怎么门都不锁啊 阿姨 阿姨怎么了 阿姨你别吓我啊 没事 刚才啊菲儿回来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 连门也不关 阿姨 你怎么让他走了 我跟你说 如果下次小飞哥再回来 您就是把他锁起来 也不可以让他再走了 他跟钱多多那个房子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 那简直就是猪窝狗窝 我真想不到 这么脏乱差的房子 许飞怎么还回得去 卉子 你今天去菲儿租的那个房子了 快跟阿姨说说 那个房子怎么样 钱多多在吗 钱多多能不在那吗 他现在就像一个苍蝇一样的 跟着小飞哥 那个房子 我跟你说阿姨 您听了可别伤心啊 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儿 那个下角的地方都没有 厨房脏的 那没有洗的碗和脏麻布 都放在一起 到处都是蟑螂 你说钱多多这个人 一看就是个只会享受 不会干活的人 成天看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 到处纠结来纠结去的 你看 他也没有什么身份 没什么地位 可野心倒还不少 他要创立 创立什么自己的品牌 您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吗 还有阿姨 如果许飞再回来 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走了 现在那个钱多多 简直就是把他当男保母看 他要创立自己的品牌 索性就把工作一次 什么都不管了 小飞哥现在白天还要赚钱养活他 晚上还要收拾屋子伺候他 所以我就说 下次就算把他锁起来 也不能再去给那个老女人卖命了 妈 得多 来来来 爸 得多 妈咋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个我陪伯父伯母吃个便饭 是是是 人家小马热情 飞下请我们吃饭 你看人家还顺便 叫了好多你喜欢吃的 妈 您电话里跟我说有急事 这急事就有吃饭呢 当然了 现在没被把你叫来 跟小马见面更让我着急的了 多多是这样的 我刚才跟伯父伯母商量了一下 我想重新追求你 然后向你求婚 他们已经答应了 你疯了吧你 什么叫疯了呀 人家想把对你真心实意的 爸爸觉得也挺好的 妈 我跟谁结婚 我嫁给谁是我的事 干嘛你们老替我瞎操心呢 你不请我爸妈吃饭吗 行 这饭我不吃啊 对不起 我走了 喂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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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 你 这 喂 看着一屋子的狼奇 许非怒不可恶 这些被毁掉的 可都是钱多多的心血呀 妈 天慧子 请你马上来你今天 撒过野的地方 妈 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你妈年龄大了 没用了 买个菜还把腰闪了 你说这怎么办呢 明轩一会儿就回来了 因为她工作这么忙 咱连口热壶饭也给她做不上 依依啊 今天就辛苦你了啊 没事 妈 要不这样 明晚先休息一会儿 我现在把饭给做了 好 好嘞 依依啊 妈觉得你天天到那个奶茶店 也会是个事 咱就不说累个半死吧 也挣不着什么钱 就钱家那个什么圆圆 我看她也不是个好人 她开始叫你去的时候 说得天花烂坠 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见给你涨一回工资 听妈的话 别去那个奶茶店工作了啊 再怎么着 你也是个大学生 再怎么着 明深也是大学副教授 这要让同事说起来 她老婆是卖奶茶的 你说明深多没面子呀 你也要替她考虑考虑 过两天哪 你没事 你就到多多家去一趟 你跟多多不是好朋友吗 让多多给你找一个 又体面挣钱又多的工作 那要同事问起来 明深也好说呀 我老婆 在跨国公司工作 那说出话来 感觉就不一样了 你说是不是 我知道了 韩依依如此心如刀割 她难道没有替叶明深考虑吗 如果不考虑叶明深 她韩依依会这么努力工作 这么委屈求全 忍气吞声吗 韩依依的心中一片茫然 可是她所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叶明深 面临着更加棘手的问题 叶明深每每看着沉浸在满足感中的冯青岩 看着那嗷嗷待哺的婴儿 心中真正是有苦说不出啊 你看 我们家三口都合不完 你看你多像个好父亲 去啊 我想要跟你谈谈 我想要跟你谈谈 有什么可聊的呀 你呀以后每天都要过来 不行晚上就睡这儿吧 家里现在也没个人 万一孩子有什么事我找谁去啊 对了 孩子的户口啊你赶紧给爸 出生证准生证 你怎么弄到他的 忘了啊 这是以前咱们俩领的呀 一对夫妻只许生一个孩子 没有准生证我怎么生啊 我告诉你啊 咱们儿子可是合理合法的 对 那准生证还是你妈给我的呢 靳雅 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 你想过没有 我该怎么办 今后这孩子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我吧 你是孩子的爸爸 对 你后妈不是急着抱孙子吗 现在有了 她应该开心才是啊 我现在跟你谈的 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不是来怄气吵架的 我没有和你怄气 我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的孩子需要他的父亲 而你要面对的 是你现在的老婆和你的后妈 你也没觉得你怎么做太过分了 咱们先不谈我过不过分 起码这孩子他不过分吧 行了 时间不早了 你赶快回家休息去吧 对了 明天记得带奶粉啊 他吃进口的 他吃进口的 怎么说的 说吧 别当哑巴呀 您让我说什么呀 我的态度 您不都知道了吗 多多 你说 你就为什么看上许飞了呀 你 好 我承认 这孩子确实不错 可他们家里呢 人都说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 是两个家庭的事 这个道理你又不是不懂 你怎么就跟他绑得那么紧呢 妈 我跟您说 我就算是不跟许飞好 我也不会跟马文好的 为什么呀 你告诉我 为什么呀 你当初跟马文那么好 再说了 他们家在新加坡 婆婆又离你那么老远 这不是多好的事啊 这叫什么呀 这叫距离产生美 婆婆远在天边的 我告诉你啊 你就偷着乐吧 那话再说回来了 你要是嫁给许飞之后 那马林做你婆婆 你受得了吗 说实话 她是当我婆婆 我跟她见个面我都害怕呀 妈 您是说马林是您婆婆呀 杜德 你别嬉皮小脸的 你赶紧给我表态 你赶紧给我表态 现在 立刻 马上 行 我今天 钱多多 我正式跟你表态 这辈子 我钱多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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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不嫁给妈妈 这个许飞妈妈 也太难搞了 多多挺难过的 你看 嫁个有钱人哪 也未必是好事 还是我们家明胜好 行了 你别夸我了 她吃饭呢 饭都吃不下去了 明胜 要不咱们俩举办一场婚礼吧 这也是多多的意思 她就不希望钱浪费了 给你的 嗯 开什么玩笑啊 都生活在一起了 赶紧生个孩子吧 妈 这是两回事 不愿意了吗 行 有这种好事 不用不就浪费了 对不对 对 谢谢你了 行了 每天下班之后 去找圆圆坐上一会儿 聊一会儿天 几乎成了马文的习惯 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她为什么会如此乐此不疲 欢迎光临 别欢迎了 我这不经常光临吗 马文 你来了 来得正好 帮我尝尝这个 这什么东西啊 远远 你下毒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吧 我哪舍得毒死你啊 你可是我这儿的财神爷 我心调的 新口味 快点 味道咋样 有没有那种苦涩的初恋的感觉 初恋的感觉一点没有 苦涩的感觉一大堆 不是我说你家里边摻了什么呀 这么难喝 别笑 黑咖啡 那个 我给你这个奶茶起了个名字 叫 甜蜜蜜的苦涩初恋奶茶 阳气不阳气 阳气 不过 我说你这创意挺好啊 你这让未成年喝了以后 这若干年后得有多少痴男怨女啊 为什么呀 你想想这么难喝的奶茶 你把它定名为初恋的感觉 你说喝了这个谁还敢初恋啊 讨厌 别走别走 你回来 做啥 我 有一个事情想问你啊 昨天晚上 你们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吧 没有啊 昨天晚上我们家一切都特正常 你别吃了 你回答我问题 多多跟他妈妈就没有彻夜长谈 谈啥呀 啥没谈 行 那你先忙着我先走了 你嫁给你回来 怎么了 你还没结账呢 不是 我就喝了一口 你这么难喝的奶茶 还要我来结账 不够 喂 你看看你价目表啊 最贵的也才十八 怎么就不够了 你喝的这个奶茶 是我那价目表上的奶茶吗 你喝的这个奶茶 是老板娘特别调制的特供饮品 三十 谢谢老板啊 欢迎下次光临 你看看那个缺氧 不定在心里 做为什么 你回去问问他 哎呀 我问什么呀 马文啊 你问问他 为什么 拒人于千里之外 当初跟人好的时候 竟在我面前说到好话了 现在突然翻脸了 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你去问问他啊 哎呀 你说你真会一等啊 现在咱们人问出什么呢 再说了 那朵朵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 这你住情去强得很 我也就纳了闷了 你说 你说朵朵这个孩子 他 他怎么这么磕色呀 他 他跟什么人都出不到一块去 哎呀 这岁数越大越不好找啊 像他这个孩子 正常的人都结婚了 都当妈妈了 哎 剩下的 哎呀 那没结婚的 也都不考虑了 哎 我琢磨 是不是和马文之间 他有什么心结呀 哎 要不这样啊 我们呀 再好好观察观察 等找到问题所在的 再重点击破 你看怎么样 也好 等我们把问题啊 搞清楚了 再向马文啊 通报一下 哎哎哎哎 这样的 这么做我们成什么呢 哎呀 反正啊 我的立场 是站在马文这边的 哎呀 当然了 我也觉得那个许飞也不错 中间那条件 小伙儿长得挺帅的 可是他比朵朵小啊 你现在这过日子 可是才没有言呢 过两年 过不到一块儿 一离婚呢 你们男人 主要有钱 照样找小姑娘 到那时候 朵朵在抱个孩子 那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我记摸记摸记 天学大号回来了 其实现在有 不得八斤后的明星 自己的 达达姐 看什么呢 看啥呢 这不瞎看的嘛 哎 哎 元元啊 你别跟你多得接请力了 你赶紧进屋洗洗睡吧 咋的了就是 怎么感觉气氛不太对呢 媛媛 你多多姐这种烦着呢 还在啥呀 多多姐 别烦 干得干嘛 你们也别烦 不就是婚事吗 我跟你们说 马文绝对是一特别好的后备军 实力强大 只要有马文在那垫底 多多姐那后半辈子根本就不是问题 怎么 有什么内部消息吗 今天马文去我店里了 经过她一番激情的演讲 把我给干得坏了 我突然发现马文这个人 我喜欢 媛媛 你甭老天又加醋的了行吗 你知道马文是什么人你了解她吗 你忘了牛津水给你的惨疼教训了 我看你要这样的话 也甭开什么奶茶店了 你开个婚介所算了 多适合你啊 怎么又适合开婚家锁了呢我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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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马文去你店里干什么呀 干嘛 我跟说马文那个人可好了 特别自主 特别痴情 诶 诶 你叫 给我弄得可激动了 你冒我心脏 古人 那家伙又来听话啦 诶 诶 诶 我真的需要我自己和我 喂 多多 你在家啊 在啊 你还没睡呢 多多 对不起 你永远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一路坏了也没关系 咱们可以重新做吧 多多 我现在来找你好不好 哎呦 现在都几点了深更半夜的 你还嫌今天不够乱呀 对了 你吃饭没有 我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你怎么又吃垃圾食品啊 其实 我就是不想出去 已经想吃你做的东西了 哎呀 我亲爱的小弟弟 咱们的冰箱里啊就有兇手鸡蛋 你就不会自己弄得炒饭吃啊 太累了 实在是不想动了 老子动着赶紧睡吧 哎 对了 睡之前看看门有没有锁好 你粗心大意的 等小偷进来了你都不知道 好 我知道了 行 睡去吧啊 晚安 好 吃了 我们还让你去办公里 乖 你跟我来 我没时间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你什么意思 可能我要纠缠了些什么吧 你说我时间就会 重担一切回忆 到底 你想说的话想表达什么 你有爱过吧吗 讲得真心过吗 哪怕 所以去忘年就该 可以吧 除了那句话 除了放松那句话 什么坏东西米 除了那句话 你让我去相信 放松 我是不相信 因为 键索 你都会在争动 你最不想再配偷 你都爱谁会接受 你还要订阅 你都爱有爱 你都爱心 你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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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 你都爱你 你都爱你 我爱你 你都爱你 你的泪太震動 你卻不想在對頭 為什麼 敢相信這都有光說 我是相信你會承受 你的泪太震動 你的泪太震動 你卻不想在對頭 我們一定會這樣嗎